今天賴士堡委員說 這個他中國在市井 他們要逐步收回ECFA的讓利 那剛剛有人是說 因為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你的研判是為什麼這個時候對台灣 下手 這個是很趣 為什麼是大選完才出手 而不是大選前 因為這按照剛剛的前面的數字 各位去看到九月中的時候 我們有效的是一千一百一十二家 到八號存一千零六 然後瞬間兩天存七百九十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很希望說 這樣的因素不是政治考量 而是純粹文件不符合 但是看起來這樣的一個 沒有完全給我們提供資訊的時候 當然大家很多就有不同的 所以是民進擺算的原因 我想這個各位都是政治專家 搞不好會說 那國民黨慎選為什麼也做這樣的事情 那其實這個我覺得是有不同的解讀 但是我們的工作就是不管怎麼樣 他現在就是這麼多讓我們暫停進口 我們以前產品一百八十一間 每一間過 存在新千都沒過 我們當然就是要啟動所有的因應措施 如果最後那不管結果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降低這個單一市場的依賴 那再請教 你看這個國民黨要求你落台 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就很簡單 做不好 不要說人要求我們就自己走了 對農民不照顧到 農民隨時叫我落台我就隨便走 但是我們面對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翁萊到底有做好嗎 介紹是一個數據 所以我們可以來討論 問我們政王來這些農民 但是我感覺現在的問題 已經不是這樣 他不是說王來的介紹好不好 他會用這樣王來 說有什麼黑心 還是說這樣酒班有禁藥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政黨要對決 要打政務官沒關係 就打那個人 你就打我陳其中 但是你不能打臺灣的農業散品 晚間十點 敬請鎖定 朕知道了